好我们在这块啊给它曝光稍微的调亮一点点 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好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使用实外的话使用sdr的话 它会更快去表达它 那么我们在用sdr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把分辨率提高啊 分辨率不提高的话 很容易在这个高光上面啊 它容易出现亮色的这个斑点啊 实大的降低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知道啊 不同的sdr呢 它的其实效果也会不一样啊 我们在这块我们先给它关掉 好我们在这块复制一个 好我们把这个呢 再换一个 比如说我切换到 好我们切换一个阴天的效果 好文件有一点大啊 那么在这块同样也是 我们把它载入进去 好在这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勾选交互质渲染 先给它测试一下 好此时这个太亮 我们给它降低全局倍增啊 全局倍增就是这个sdr的整体亮度 0.3 0.25 0.4 稍微去控制一下它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出来的效果是偏向于阴天的 好当然同样你也可以加入更多的效果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们给它加入一个曲线 好你没有发现这个曲线和我们以前的那个曲线啊 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曲线它其实还可以通过通道来去调整 红绿蓝啊 这三个曲线呢 它其实都可以去调 好我们首先我们就调整主控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曲线调起来啊 不是特别的方便 好我们给它先关掉 好我们给它先关掉 好那么这个是阴天啊 当然这个LUT的话你也可以控制它的程度啊 我们在这块呢 稍微给它重一点 当然不同的LUT呢 它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翻阅它 找一个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一个LUT啊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这个是有点灰的 正片叠底 这样也可以 好那么我们同样我们如果说用这个混合灯光的话啊 两两种效果你都可以去尝试去调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块我给它复制一个 哎 加上两个穷顶光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它载入刚才的 好这时候呢 有两个穷顶光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 啊同样 啊在这块呢 我们勾选啊灯光混合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要给它重设一下 点击重设 好然后呢 我们给它渲染一下 好这时候呢 有两个HDR 那么两个HDR呢也可以去叠加的去使用啊 你比如说这个HDR呢 它的一个 整个的这个颜色会稍微有点偏红 那么你两个HDR也可以混合去使用它 比如说把这个稍微给它弱一点 还是确定的 emphas而并我做点击重设嗯 你可以 license 好 我们先给它关掉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材质部分啊 在这块我们就把这个删除掉 打开材质球 那么其实材质呢 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材质呢 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边首先呢 看一下 好 这边材质库呢 我就没下了啊 威锐的话它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材质库 我们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啊 它这个这块的一些材质库 这个是威锐官方的一些材质库 当然更新的话它会有一些更新的一些材质库 它效果会更好一些 东西会更多一些啊 这里面的话有比如说像是这样的一个墙面 对吧 还有我们的地毯 还有我们的水泥 这个布衣啊 它都有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啊 如果说一个汽车的材质 比如这个汽车汽车的材质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我们的这个材质库里面的一些材质来去调整它 好 我们选择这个面啊 这个是自带的啊 这个是威锐官方提供给我们的 如果你下载这个威锐5.0啊 它会 它会让你去安装这个东西啊 好 你下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呢 我们给它选一个 呃 红色的车漆 我用它呃 右键 然后应用到所选对象就可以了 啊 这样的话这个 汽车材质啊 我们来给它稍微的看一下 哎 这边的这个汽车材质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红色的 这个的待会呢 我们要炫一下 好 我把它稍微的移过去 对 只有5.0以后才有啊 好 这里面 你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啊 比如说加入一个白平衡啊 白平衡的话就是你将这块调成暖色的 那它整个色调就会偏冷 你将这块调成冷色 它整个色调也会偏暖 那你看着自己看着这个画面效果来稍微的调一下就可以了 好 但是官方的一些材质的话有的还可以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车漆的材质啊 他在这块呢 用的就是混合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我们再换一个啊 换一个黑色的 好 比如说这个玻璃啊 我们都可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材质啊 都可以用官方的材质 选几块玻璃 好 那么在这块我们找到glass就是玻璃 对吧 那玻璃的话我们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轻玻璃 这个 用到所选对象 好 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玻璃的材质啊 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去 刻下去尝试一下 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布料 对吧 布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啊 选择我们的 这个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找一个 比如说就用第一个布料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 你给他加上这个材质之后呢 他的这个贴图 我们怎么去修改他的密度呢 好 我们一般就修改他的 比如说这个贴图的密度啊 他现在他太疏散了 修改他密度呢 就直接你在这一块 啊 我们先让这个贴图显示出来 好 我们选择uvw变换 在这个里面 按下u 找到uvw变换 然后呢 通过uvw 控制他的整体的密度啊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5乘5乘5的 你就控制他的密度就可以了 你要想再换一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换其他的一些 贴图 啊 比如说这个啊 我们给他一个红头部 啊 这里面 我们看不见啊 好 然后我们先给他关掉 好 那么这里面材质呢 你都可以去用啊 但这个材质也未必是完全符合你想要的这个效果啊 有东西可以用 有东西的话 我们不能瞒目的去全部都用他 好 那么在这块 比如说有一个storm啊 这个是石头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室外啊 啊 我们将这个这个地方啊 这个边缘 我们让他增加一点石头 啊 我们选择这个 看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啊 就用这个 好 打开材质球 然后呢 我们将他的一个贴图呢 稍微的显露一下 点击显示 好 稍微调一下密度 和刚才一样啊 给他 我们这一块 选择uvw变换 调一下密度 呃 呃 勾选整个 应用于整个对象啊 这样的话 每个面他都可以去调整他的一个 残框膏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点击打开 渲染一下 好 但是这块呢 其实不是说所有的材质他都能出现好的效果的啊 我们在这块的话 其实本质上用一个置换会更好一点 现在的话 其实看着有点过于的平面了 好 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他这里面的贴图啊 他没有去用这个置换啊 如果说你用一个置换贴图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 我们给他先暂停了 现在看的比较平啊 好 那么我们将这张贴图呢 给他放到我们的置换面板里面啊 把这个右键复制 放到置换里面啊 置换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凹凸效果 好 我们给个3 好 然后渲染一下 好 当然给置换的话 它的速度会变慢一些 这边应该给一个置换的一个修改器啊 好 如果说给太大的话 它的边缘会产生一个撕裂 好 所以说像是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你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强力的凹凸效果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块用一个置换的修改器 好 在修改面板里面我们选择vray的置换模式 好 我们找到vray置换模式啊 然后在这块呢 我们将这个置换的贴图复制粘贴进去 好 修改它突出的这个高度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个置换模式其实本身的话 它会比较的慢一些啊 比较卡顿一些啊 如果说你想让这个边缘的稍微衔接好一点 我们勾选下面一个保持连续性 啊 纹理让它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这个连续性会稍微的好一些 好 这块我们就先给它关掉 好 我们打开材质球 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材质库这个东西啊 有这个东西 除了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哪些东西 呃 会和以前会有些不一样 简单的看一下 嗯 那么在这块选择一个very material very材质 啊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预设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金属材质啊 比如说我在这块我做一些铁翼或者说做一些金属材质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方便了 你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预设 比如说铜材质 啊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铁啊 比如说这个还有钻石对吧 刚才有同学不是要挑钻石吗 钻石这块它直接有预设了啊 维瑞版本是五点零二版本 好 稍微等一下 啊 所以威瑞往后走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不需要我们去调了 啊 稍微等一下 那么这个材质球和以前的材质球呢 有一些区别就是 这个材质球呢 会稍微的 打开的时候啊 会稍微慢一点啊 它和crcruner渲染器 其实是很接近的 以前那个材质球虽然是比较鸡肋的啊 但是呢 它打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的话会慢一点 它其实是等于是 这个材质球呢 在这个上面去进行渲染了 好 稍微等一下 好 稍微等一下 好 稍微等一下 好 我们讲解的一些知识点 大家能够记得了 能够会吗 有没有听明白或者说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问我 啊 但是现在的话 其实还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说汉化版 啊 有些地方它还是有一些小的bug 比如说我们刚才发现了这个sdr在视图里面呃 显露不出来 还有有的材质的话 会打开会比较慢一些 对 4.0以上没有高光光子度了啊 以后都没有了 反射光子度是有啊 反射光子度肯定有 它只不过改名叫光子度 统一叫光子度啊 它没有区分高光光光子和什么反射光子 那其实就一项啊 就是反射光子度 因为反射光子度呢 你调整它的参数 它本身它就可以去改变它的高光的大小啊 所以说的后来统一了嘛 以前的那个高光光子度它是人为的去 控制它的一个 大小 高光的大小 理论上是不科学的 这个我们重新打开一下才可以 不会找不到啊 咱们的这个课的话 我 怎么关掉 我们的课的话 其实它是我们会讲两个 啊 第16期的话 我们会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威锐5.0 然后我们主要还是以威锐4.3为主啊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 好 大家能够看到吗 好 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 啊 咱们的系统课程呢 我们主要讲解两个方面 一个是威锐 一个是crcoronel渲染器啊 这两个渲染器的话 我们都会有详细的去讲它 然后威锐这块的话 其实我们第16期的话 我们会讲解这个威锐5.0啊 教大家怎么去用 然后呢 也会讲主要的话还是讲这个威锐4.3啊 给它分开 嗯 cr 和威锐哪个比较好啊 目前的话威锐5.0和cr的话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呃 在运算方面的话 还是觉得这个cr会稍微的再好一点点 那晚上肯定晚上因为5.5系列出来之后 大家都会稍微的都会去说一下这个威锐5系列啊 两者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效果啊 你看是怎么去做它 首先的话 你要知道啊 威锐的可控性是非常强烈的 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非常 你比如说国际国际的一些渲染大师 他们用威锐是最多的 嗯 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简单又快速的去渲染出一些效果出来 嗯 那么 那么我们用这个cr可能会更快一些 当然现在威锐也还也还做的也都挺好了 对 系统课我们也会讲解啊 这个cr 5.0灯光缓和是不是要开bf啊 不是啊 就是说你这个渲染方式 我是只是说建议大家使用的是暴力计算去进行渲染 因为暴力计算它本质上的话它计算更科学嘛 而且bf的话在我们的vray5.0速度上要快很多 锯齿 锯齿的话那是因为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是你的这个看锯齿选择的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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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一下 大多参数我们待会会说一下啊 什么情况下用cr 什么情况下用vray写啊 这个的话你根据个人选择啊 呃 你其实vray也可以做出好的效果啊 cr也可以做出好的效果 呃 你看你个人选择 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 还是根据习惯啊 每个人不一样啊 有的人的话他用cr的话做出来效果就很容易做出好的效果 啊 有的人呢 觉得这个cr呢怎么做都不行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也不一定 啊 正常的话我们一般你vray做的好你的cr呢不会差啊 啊 你会做vray的话 那么你cr呢你基本上也就会了 啊 那么在这块我们一般用这个物理相机啊 我给他稍微打一个物理相机 然后呢一般我们做建筑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给的那么高啊 我们做建筑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翻平一点 为什么 以我们人的视角 人的话不会个子那么高的 稍微平一点 然后呢我们选择 物理相机 调一下他的参数啊 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给他 宽度稍微拉近一点 啊 然后在这一块呢我们勾选一下垂直 透视控制勾选自动垂直校正 这边的马路我们可以往这边再拉一下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给他 宽度稍微再调远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在这一块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sdr 呃 你无论你用sdr也好还是用某种灯光也好 我们主要呢是把他的一个灯光色彩和他的一个强度给他调好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 看一下渲染设置 啊 渲染设置里面其实无论你你想要渲染大图还是渲染小图啊 他其实主要的几个参数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宽度稍微调小一点 好 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呃 如果说你采用渐进式的话 那么你参数就可以这样去给他啊 如果说你选择渲染块的话 我们需要打开他 这里面主要的这几个参数 一个是最小着色比率 这个参数比较重要的 他藏的比较深看一下 藏的比较深 调整这个参数等于什么呢 等同于你把整个场景的细分给他提高 看一下在这块有解释啊 看到你调整这个参数 其实也就是把你整个场景的 比如说材质细分啊 呃 灯光细分啊 反射细分啊 反射细分啊 然后阴影细分啊 这些 这些参数给他整体提高啊 他其实就是改变这个 这些参数的一个精度的 那大图一般我们给个32左右啊 32小图的话你就默认 默认为6也可以了啊 默认为6也行 然后这块呢 是这个采样器 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主要是渲染的时候 我们渲染任何一个图像 他都有无数个马赛的 马赛克构成的 就是像素点对吧 像素点构成的 那么这个最大细分这个参数呢 调的越高 那么他采样也就会越多 采样越多 那么他的一个像素点之间呢 就会越圆滑啊 就不容易生成噪点 噪点其实就是有些像素点太亮 或者说太黑 产生的这个噪点啊 那你把他这个值调大 那么他的噪点呢 也会减弱啊 所以说这两个参数呢 是必须要调的 你调渲染参数的时候 调大图 这两个一定要调 那么这个最大细分呢 大图我建议给到16就可以了 小图给个6就行了 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GR部分啊 GR部分的这个质量呢 就是这两点啊 如果说你采用的是暴力算法的话 那你直接改这个灯光细分就行了 直接改他就行了 大图你给个1500就可以了 对吧 小图呢给个500800都可以啊 为什么说我们使用暴力算法 这块被冻结了啊 这块不允许我们去调呢 也不是不允许啊 其实呢 我们如果说用暴力算法 那这边的细分已经被他所调整好了 就是他的这个参数等同于我们的暴力算法里面的这个全局照明的细分 啊 GRGR的细分 对吧 那这块写了 这个参数代表着光子反射光子的细分 GR的细分和阴影的细分 那这三个细分 你就所以说你这个参数就没什么用了 啊 在这边调就行了 如果说用灯光缓存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要要调吧 灯光缓存啊 不是啊 用这个发光图啊 对吧 发光贴图搭配灯光缓存 那这块的话你还是要调啊 如果说是小图你就调非常低 大图你调中等其实就可以了 你想要更好一点 你可以调个高 然后将细分的调成八十 采样调成八十 采样多一点啊 稍微的好一些 这种方式呢 渲染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呢 他渲染的这个科学性不是特别的好啊 他会把一些细节呢给他模糊掉 所以才渲染的那么快啊 呃 所以说渲染器更新到现在 其实如果说大家电脑稍微好一点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bf算法 啊 如果你想做偏写实方面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的话我们刚才说到了灯光 那这边灯光我们还需要重新的去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晚上的灯光 按下m键打开材质球 好 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点击获取材质 在这里面呢 我们同样找到我们的Vray的Map Vray为图 好 在这里面呢我们载入一个晚上的 或者说半晚的一个HDR 啊 比如说用这个 好 和刚才一样啊贴图类型调成一个球型的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穹顶光里面 直接选择Vray灯光啊打一个穹顶光就可以了 选择一个穹顶光载入进去就行了 这个穹顶光无论你放在天上也好 放在地上也好啊 它都不会有影响的 它是对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表达啊 好 那么在这块我们选择Vray为图 给它放到贴图里面 选择崩溃可能是材质问题啊 有可能是你模型的问题 有的模型的话 它会有的时候会有病毒 或者说模型破面等问题啊 材质有问题 都有啊 你要找到那个模型把它删除才可以 好 那么在这块我们载入了一个HDR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在这边渲染一下 和刚才一样啊 建议大家呢 如果说是测试的话 还是将我们的试图试口配置 将布局呢 挑成这个布局会好一些 一般呢我 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布局 啊然后呢我们打开 渲染设置 我们将这个锁呢 锁定到这个布局啊 然后在这一块操作 在这一块呢渲染草图 好在这里面呢 我们右键找到 试图交互式渲染 那么这时候它就会针对上面的这张 去进行渲染 我们就可以在这块进行操作 好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灯光 好让它稍微再蓝色一点 固定渲染一个窗口啊 就是打开我们的渲染设置 将我们的查看到渲染 把这个锁呢给它锁定住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锁我们比如说我们切换到放到这儿 把这个锁呢锁定住 锁定到这个市口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在你在这块操作啊 它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给它关掉 好我们可以稍微把天空调一下 可以用在白天的效果啊 你只要把HDR呢你去加载一个另外的 白天的HDR不就可以了吗 好 好那么在这块我们选择渲染 正式渲染 稍微等一下 好我们点击渲染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点击渲染 好我们点击渲染 渲染 渲染宽搞那么大 好这个时候呢像这个是小方格啊 就是你的渲染小方块 好我们给它先关掉啊 那如果说我们换掉啊 我们换成一个像刚才所说到的渐进式的渲染 然后我们再去渲染 然后我们再去渲染它 好我们选择这边的交互式渲染打开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的灯光颜色还有它的一些色调呢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好双击我们的右边打开这一块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调一下 首先的话它亮度不够啊亮度不够我们调整它HDR的这个全局照明稍微再亮一点 晚上的话也不要太亮了 好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去载入啊载入一个我们先载入LUT 好我们加载一个LUT的文件LUT的话就是滤镜嘛我们给它这块载入一个 好换一个 好 好